進來然後不要顯示那個要不要刪除 然後就delete i 那i現在等於2所以把第二個刪掉 i現在等於3所以把第三個刪掉 i等於4把第四個刪掉 i等於5把第五個刪掉 你會發現錯誤出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第五個啊 可是他什麼已經刪到只剩下四個 所以特別注意哦 這個地方 i的部分呢記得要改多少 其實特別注意哦 直接改2就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永遠都刪第三 第二個就對了 反正一直刪到最後一個就沒有了 所以這地方改一下改成2了 然後刪 然後一直刨刨刪刪刪到最後一個了 然後再一次 就是他從第二個一直刪到最後一個就對了 全部通通刪掉了 而且都是刪第二個 為什麼第二個呢 因為他會一直刪 那你如果刪後面的話就會產生錯誤 OK 所以就刪第二個比較簡單 然後刪掉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 在我們 要重新建立新的之前 先把舊的刪掉 那再來的話你就直接讓他按 直接執行 他又重新跑完了 又OK了 所以又一次了 那如果你下一次再一次 你會發現他又自己的嘛 先幫你刪掉 然後再產生新的 所以每次每次每次 也就是如果假設你只是要一個 業務的部分的話 那你就直接再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之後 他就自動怎樣了 幫你重新又撈一次資料 所以如果這個部分是適合你每天 或者經常性會變更資料的話 他會自動幫你按照新的分類 又產生要的新的結果出來了 OK 所以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試看 如何快速的刪除舊的工作表 然後完成的畫面 請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就這個畫面的後面這個畫面 就這個畫面 一樣的 所以邏輯上應該慢慢可以了解 因為我這個邏輯已經做了N變了 對不對 if 然後for回圈也是一樣 並沒有很多複雜的東西 但是前提是你要知道那個 程式的基本的規則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裡面的需要了解程式部分 我已經把盡量各位需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說明 如果你不需要的部分 我盡量就沒有做說明 但是並不是不需要的 我想大部分 就是就是可以再多多去去去 try 對 那個application display alone 可能要換到下一行 我剛剛這地方好像 NAS是應該換到下一行 會比較好 不需要一直 disable 所以這裡的話 各位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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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